我發現在疫情期間 叫外賣的人 透過一些外賣平台 叫東西來吃的人 特別特別的多 畢竟它也方便 然後剛好說大家 政府有宣導 可能不要出去外面外食 靠外送有一些懶人經濟 所以最近外賣 發展得非常不錯 沒有錯 像我們辦公室 到了中午的時間 可以看到各種各家的 外賣的服務員 騎士車來送一些外賣 所以也欣喜了這一波 所謂的外賣商機 尤其是這些外賣平台 可以說是有人說 他們賺很多錢 我們來看看是這樣子嗎 但這起事件被說 有一個爆料 說他們外賣業者 可能領不到紓困金 所以現在有民眾 開始在網路上爆料 他說如果你點外賣 你可以跟外送人說 食物送達之後 你點選顧客 沒有支付任何現金 或者是點選 聯絡不上顧客 他這個方式是錯誤的示範 他說這樣子 我可以吃到免費的餐點 你也可以領到外送費 但必須強調 這個是錯誤的示範 整體事件也在網路上引起討論 有人說會不會是因為 這些外賣業者 或是外賣平台領到紓困金 他們有一些報復性的行為這樣子 所以其實如果觀眾朋友 你叫外賣 你有時候比較倒楣的 可能會打開之後 發現被外賣員偷吃了 這個在外國和台灣 都曾經發生過 不過發生機率其實是不高 那這個例子可能就是 他曾經做過外賣員 所以他知道裡頭的白鋼 他就想要鑽漏洞 這個是不好不好的示範 可是現在我們政府要發振興券 那就有人說 你紓困要排除電商嗎 大家知道 花一千塊可以拿到三千塊消費的 這個所謂的振興券 其實我們的政府是明定說電商 因為已經賺夠多了 所以不需要 就是不納入 那行政院的發言人 丁毅明是說 因為這一波電商在防疫 紓困期間的獲利 就是賺太多了 如果振興券也一體適用 將會失去幫助 實體電家的政策意義 那意思就是說 那我們現在首先要救助的 就是實體電家 那電商你就先不用吧 但電商他們也含冤 其實大家應該都還有印象 在疫情期間 政府其實滿鼓勵電商 不管是像一些電商 不管是外賣平台 或者是電商平台 政府都相當的鼓勵 但是這個振興券的方案 其實要到七月才會上路 之前是因為國發會主委 他有透露了是花一千塊 來換三千塊 但具體的實施方案 沒有說清楚 但他又點出了 電商可能不能用 這個事情說出來之後 引發軒然大波 這個電商的理事長 他說了政府在疫情 嚴峻期間他為了降低產業衝擊 積極協助商家網路化 他說你協助商家轉型 但是在疫情過後 你怎麼又說電商平台不能適用 有點矛盾 所以其實如果可以 會損害到自己利益的政策 通常被損害的這一方 當然就會起而明知 就是說不公平 不公平 所以這個部分可能政府的 相關單位還需要再研議一下 就是電商要不要被排除 這個還可以再討論 那也有人建議說 如果要刺激國內的消費 那實用上應該以涉及於 台灣本土的產業為主 那你就要振興我們台灣本土的產業 那有一些其實是外商 或是外資 那你就先把他們排除 有人是提這樣的建議 他這個建議應該也蠻不錯的 他意思是說你不要排除電商 你電商概括太多了 你的範圍應該是說 救助我們台灣本土的產業 那你就可以把一些部分外商的產業排除在外 那同時又能救助到電商 不要把電商排除在外面 所以這一波的疫情 其實也造成了這個所謂的快商務的崛起 什麼叫快商務 就是在很短的時間之內 可以把你的貨品 不管是吃的用的穿的 送到你家 送到你手上 這叫快商務 那可以看到 這疫情衝擊下 帶動餐點外送的業績飆升 Fu Panda在台灣 其實蠻受歡迎的 他的母公司其實是得商 叫Delivery Hero 這家公司的Logo長這樣 那他公佈了今年第一季的財報 那他的訂單量暴增 比起過往多了一倍 到來到了2.39億份 連續12季成長 所以他們也在討論說 外送的商機或者是快商物 是繼電商之後 崛起最新的全球趨勢 因為儘管疫情已經慢慢趨緩了 可是我們的習慣也被養成了 可能以前你一個月才點一次 或者兩個月才點一次 現在很多人是一個禮拜 就要叫一次外送 沒有錯 我記得我自己 在大陸住點的時候 我自己會點外賣 點了點了點了 回來台灣我被影響了 可能我也習慣了外賣服務 因為他可以送到家門口 不管是藥物 不管是菜類或生活雜物 都可以送到家 其實非常的方便 包括了食物也都可以送到家 所以包括大陸的數據也顯示出 外賣平台在疫情期間 其實是正成長 逆勢成長的 所以我覺得有時候 現在人越來越懶 什麼東西都可以叫別人送到你的眼前 你都可以不用出門 這個我不曉得是好還是壞 大家可以評估一下 不過眼下大家看到的事實是 越來越多人除了吃飯之外 日常生活的十一住行採買都依賴外送平台 那今年包括生鮮雜貨服務的外送平台 通通都快速成長 那今年一月開始業績有三成的成長 而且他們大概拚什麼 幾分鐘到貨 以前記不記得我們常常在網路上買東西 他標榜說24小時一天內到貨 我們就覺得好棒棒 對 現在十二個小時 有人喊出六小時 兩小時 時間越來越短 沒有錯 其實大家好像那個心態 消費者心態好像我下訂 我就要馬上拿到 希望越快越好 所以現在電商平台或是電平台 他拚出了分中到貨 其實他意思是說 你在這個範圍之內 如果幾公里之內 他可以在固定時間送到你家 送到給你到你的面前這樣子 而且好像很多的平台機制 是有扣錢的 譬如說我答應你十分鐘之內會送到 那你十二分鐘才送到 我就可以扣掉一些手續費 所以說大家都在路上 都感覺都很匆忙 騎車的人也開很 騎很快 不過要小心安全 另外可以看到我們全球餐飲 有四大趨勢 第一個就是我們剛剛一直提到的 封外送 所以有諮詢顧問公司 也預估全球的外送平台市場產值 2025年會到達兩千億這麼多 這是新台幣的六兆 是一個很大很大的商機 另外還有一個趨勢是風數據 現在什麼大家都要用大數據 來分析你這個人 通常我們在電腦上面 或是手機上面只要按一下 可能我最近有點想要去度假 按一下某個地區的旅館的搜索 一大堆的這個大數據就出來了 沒錯 其實他也記錄的消費者 譬如說他可能記得你喜歡吃韓式炸雞 或喜歡吃狼拌麻將麵等等的 他這個大數據就能分析出來 進而來推薦消費者說什麼適合你 然後你可以購買什麼 什麼可以推薦給你這樣子 而且我有朋友 我還分享了一個例子 他說他只是在腦子裡想說 我今天晚上很想吃炸雞 結果打開他的電腦 公司的電腦就出現好多炸雞的廣告 所以就有人說 這個大數據是可以讀你的心嗎 real mind 不過這聽起來很吊詭 對 這聽起來有點可怕 他好像有點竊取你的各自的概念這樣子 但是豐科技也是四大趨勢之一 有美國國家餐飲協會指出 高達八成經營者認為 科技將會提供競爭優勢 譬如說我們剛剛提到的大數據 也是其中之一 另外大家應該還有有點印象 到麥當勞 素食餐廳 或者是肯德基等等的都會看到 現在似乎是不用靠人來點餐 都會看到旁邊有一個這樣一個櫃台 你只要在上面點一點 可以透過電子支付 信用卡等等來消費 其實也是另外一個選項 是 另外還有一個趨勢 就是豐整合型的服務 現在已經不是單一的服務 他把很多很多服務都整合起來了 根據我們經濟部的資料顯示 在台灣有超過14萬間的餐飲 其中有六成七的店家 會經營網路的社群 或是LINE的帳號等等 有四成三的業者 會提供外送還有宅配 有三成的餐廳 有線上的定位功能 所以如果說你都跟網路上 一點點關係都沒有 只是你自己在很傳統的 在做自己的小吃或做自己的生意 像這樣的老店現在越來越少了 沒有錯 好像不管是街邊小店 他們甚至都可以跟這個電商平台 來合作 外送平台來合作 有時候甚至連夜市 我看到夜市也可以用FullPenta來送 其實在小吃業 餐廳業都跟這個電商 平台結合得蠻不錯的 所以像這個電商的轉型效益 現在也慢慢地浮現了 包括了在台灣可能 我們這一代常用的電商是PC Home 過去可能很多男生會用 因為買3C或是這個價格什麼 都比較有競爭力 可是現在它慢慢轉型到一些日用品 這些用戶很多年輕用戶也加進去了 就是大幅的年輕化 他們的統計是目前網站的消費者 年齡大概有一半是不到35歲 算是比較年輕的 而且不只是3C的產品 另外它還有很多的日用品 女性用戶越來越多 現在已經在去年 首度超越男性的用戶了 像我自己也常常在這一家電商上買東西 它對女生的消費品 化妝品 還有個人用品也都蠻強打的 所以現在如果你不轉型 或者你不隨著時代來調整自己的策略 恐怕要被淘汰了 我們現在趕快來連線 這是Me and My的創辦人黃文昕 黃小姐你好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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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Me and My的 就是早期教育新創的創辦人 是 文昕我們知道你現在人在美國 那您可以介紹一下嗎 你的新創產業內容是什麼 以及在這波疫情過後 這個對新創的業者來說 可能很多是年輕人 他們是不是要做什麼樣的調整 我們的公司是做一個針對早期教育的一個新創公司 然後在矽谷 那我覺得新冠病毒對產業界造成的影響 就不用多贅述 因為其實大家都在這一波影響之下 那我覺得身為這樣子早期教育的創辦人 其實矽谷對於新創來說 基本上是擁有全世界最多的資源 所以其實相對競爭也很激烈 我們每天其實已經很習慣在風險跟機會中做一些選擇 那我覺得對於很多矽谷的創業家可能跟我有一樣的感受 就是因應這一波疫情 我們其實反倒不覺得它是一個衝擊 反而是對於新創公司很多的就是CEO來講 更有時間跟開始思考怎麼樣更有效率的整併資源或是加速創新 那我自己是個人是 不好意思 我知道您的強項應該是在親子教育這一塊 通常我們過去的一個印象 親子小朋友應該要有互動 比較多實體的肢體的接觸的互動 那如果透過像這樣網路或科技的話 它不會減損它的這個功能嗎 其實面脈其實重要的就是我們的一個學習理念 就是希望父母可以很多時候關注在小朋友教育當中 那我覺得就是其實也因為這次疫情的關係 其實教育產業是首當其衝 我覺得影響的不只是整個教育的模式 其實大家在家裡蹲了三個月 其實整個消費行為都在改變 我舉個例子 我的觀察就是學習跟玩耍的界線越來越模糊 那我覺得這個就是面脈最大的精神 我們希望每一個小朋友 他的有一個個性化的學習 那這個東西是在教育界其實講了十幾年 都沒有發生的事情 那藉由這次就是停課不停學的環境 其實加速了這個個性化的學習 那像例如說面脈也因應這個需求 我們把夏令營整個搬到小朋友家的後院 那結合現在美國最流行的 Figital的一個教育方式 就是用Physical的一些硬件 像我們給他們很多手作的一些 STEM的Project 然後搭配一些Digital的一些軟件 讓每個小朋友可以在家裡的後院 就可以很安全 然後一邊玩一邊學習 也就是說你會提供比較個人化的服務 是嗎 對 好 非常謝謝文心 今天介紹我們的視訊連線訪問 謝謝您 再見 好 回過頭來看 我們要講說現在整個科技 或者是因為疫情帶來的這些一連串的衝擊 所以觀眾朋友可能要把握商機了 好 下一個階段我們告訴大家的是 大同電鍋是我們所有人的回憶 不過現在大同公司有經營權之爭 總統的表哥王光祥收到了兩顆子彈